中三物理工作址14.2C 第二题有图2A和图B 我们两个去看,这个是图2A,这个是图2B 在这个图里看到有个观察者 这个就会看到那辆玩具车就是这里 这个就是前望镜的设计 前望镜其实有两块45度 和这个水平形成45度的一个平面镜 这样就反光,即是说光线这样 第一块镜反射,第二块镜反射 这样就进入了这个眼睛 因为光线好像由这边而来 所以影像就会在这个位置 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请你在图B 如果要观察者,这个就是观察者的眼睛 如果要观察者的眼睛能够见到这个大家的P字 第一件事,A part的要求就是 那两个平面镜是说那两块平面镜是如何安排的呢? 是如何安排的呢? 在那个前望镜,Piriscope 里面是如何安排的呢? 那我们就会看到,刚才说过那两块镜是需要这样摆 而这一块就是其中一块的Pain Mirror 平面镜 它是需要和水平和垂直都形成45度的 另外一块的平面镜就是这样放在这里 那这个角就是45度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的要求了 那为什么会成功可以令到你可以看到P这个字呢? 那我们首先就参考隔离的做法 如果我们要见到P的顶点 就一定要有一条光线由P这个位置出发 直线加箭嘴就是光线 那么因为打在这一块镜的时候 Normal就是同一块镜垂直的那个 那么同学你会见到 因此这块镜呢 是同个水平 cursed 45度 那么政治是回来的 那 project 就是说 我成立的这一个角 其实就是一个 45度 那么隔离 就是叫一个入射角 ingled of incident也是45度 那么因为law of reflection 反射定律的原因 那么入射角 是会借 defeated反射角 所以这个都会是45度 刚刚好光线就会90度转弯 在这一边用同一个原理 我们去画个Normal 接着这个都会是45度 接着这个光线 经过了两次 这入射角图所谓45度的时候 光线就会这样进入了这个人的眼睛 这个是第一条的光线 我们尝试看另一条就是由P的脚 这个是P的顶 P的脚我们尝试画一条光线出来 它要触碰到一块镜才反射 用和刚才相同的原理 我们去画个Normal 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就是它反射完之后就会转90度 接着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都画个Normal 就是和平面垂直的这条线 画个Normal 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都会是 进入了眼睛 于是眼睛就会看到这个红色 由P顶到出发的光线 进入了眼睛 由P脚底的光线也进入了眼睛 而因为呢 我们就说了 就是说 其实光线就好像由这个位置的这个方向进入眼睛 所以影像就会在这个前方 这个前方 那究竟前多少呢? 其实呢 我们是有得去评估的 那怎样有得去评估呢? 那同学留意 这些 这些 就是真正光线的路线 是这样进入眼睛 而望上去 就是 好像由后面这个位置出发 那样 那 这个情况就是 究竟这个长度是多少呢? 就是 这个物件和这块镜的距离 我们称为D1 这个距离我们称为D1 然后这块镜和这块镜的距离 我们称为D2 好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关心D1和D2呢? 因为其实原来 如果这个是D1的话 这块镜和镜的距离都是D1 而这个呢? 我们可以想像 就好像 这个有个物件 就照着这块镜 所以呢 这一段就是D1加D2 所以这个距离就是D1加D2 同样 如果这个是D1 这个是D2 这个距离就是D1加D2 D1加D2那么长 这个距离就是D1 这个距离就是D1 这个距离就是D2 所以如果这个的 你就会看到 明明这个物件在你上面 你就会看到它在前方 D1加D2那么长 这个是D1 这个是D2 这个是D2 好 那我们看看 我们完成了D part 之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C part 的要求 就是说 影像会不会横向导致呢? C part 的现象会不会出现呢? 是不会的 是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两块镜之后呢 是会横向导致两次 所以呢 This has been laterally inverted two times 这样就会变回正常了 就会回复 Restore即是回复 原本Original的形状 好了 接着第三 如果那个管道加长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 我们解释过了 这个管道D2加长 这个距离D1加D2 就会再长一点 那就是说 看上去的影像 就会在前方较远的位置 即这段会长了 所以这一部分 如何回应 How will the image loop 就是 就是 那个 Image 的position 影像的位置 看上去 就会是further away 因为 那个距离 Image distance 是远了 看上去远了 因为 那个影像距离 是会等于 D1加D2 而现在是因为D2 长了 D2 就是 D1 就是物件 和第一块镜的距离 D2 就是镜和镜之间的距离 对